那我就開始囉 好 那我們就 歡迎Susan 各位 來參加CostCup熱情的商民們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是Susan 然後呢 今天我來參加這個活動 感覺到非常開心 因為這邊覺得 學到很多有關創新的 一些idea 還有就是像 各位都是open source的一些好手 還有就是城市開發創新的一些 服務相關的 那也覺得大家都在這裡很熱情的參與 那我也覺得 非常開心這樣子 那接下來就是要介紹大家 另外一個就是也可以 把你們的創意還有就是熱情 發揮出來的一個舞台 那就是我們第16屆的 資福創新競賽 然後呢今年就是即將在這個 11月5號舉辦 那我們這一次的獎金呢 總獎金有高達95萬喔 就是如果說各位在座的精英們 就是有一些創新的產品 ICT相關的產品 或者是一些B2B B2C的一些相關的服務的東西呢 都可以來參加我們的 對 那主要它有分為三個類別啊 第一個就是大會專題類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就是包括了像是 資訊技術應用的部分 那像是ICT的一些 遷入式軟體的應用啊 這個部分 那第二類呢 就是有關於指定專題的部分 那這個呢就包括了一些 Google的企業方面的相關的應用 對 那像是Google Maps 還有Google App這個部分 都可以來參賽 那還有就是像最近最熱門的一些 智慧手持裝置的一些設計 TQC的部分 那包含就是像是Android平台的一些 軟體開發啊 都可以來參加這個組別 那另外呢最後一個是主題獎的部分 包括就是智慧手持應用裝置這個部分 像是在座所熟知的一些Android啊 iOS還有Windows Phone這些的創新應用 然後Web 2.0 3.0這個部分 還有就是第二個主題獎的部分呢 就是像雲端 雲端的三個層級 像是軟體雲端平台還有設備這個部分 都可以過來參賽這樣子 那我們限制就只是 只是創新的一個概念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到時候呢 歡迎各位在座的精英 能夠來共襄盛舉這樣子 那我們在場也會有很多的一些 資通訊的大廠還有創投業者 都會過來一起參與 那會後呢 如果大家有需要相關的資料 我們會在門口就是發相關的資料給各位 那如果有需要的話 就是可以跟我們大家索取這樣子 那今天非常感謝CoastCup主辦單位 給我們這個機會 還有就是謝謝辛苦的工作人員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喔 這個有偷練喔 也應該練很久 好 下一位 便了 便了 他那個就是 我們沒有人的防止 髮型